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詹姆斯卡梅隆这个记忆双修的电影大师的新作品 阿凡达2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life 当然现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预告片 但是从这个预告片里头已经能够勾起来我们对这个过去那个电影的很多很多的回忆 以及对这个续集甚至说第三集续集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詹姆斯卡梅隆作为一个电影人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他的精神追求,所后面所依附的那个价值 是一个非常漫谈式的一个节目 大家好,我是旭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 跟大家通过电影和泛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 希望你喜欢订阅我的频道 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 然后是随机的即时分享 所以也没有稿子有时候说错了说的不准确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顺便提一句就是我是在电影院里头看的这个 IMAX版的另一部电影的时候看到这个预告片的 当时那个电影叫Doctor Strange Multiverse of Madness 这个电影我都不敢讲它太多 害怕说因为其实我做了一个那个电影的一个很长的一个点评 当然不是只是说电影了 说电影之外的很多其他泛文化的话题 但是没想到这个视频在中国的所有网站上都发不出来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YouTube上去看一下我对那个电影的点评 那说回到这个电影其实我还是见过詹姆斯卡梅隆两面的 一次是在北京一次是在洛杉矶 虽然也没有很深入的交谈 只不过就是打个招呼表达一下仰慕之心 但是大家也稍微容忍我一下回顾一下当年的一些情况 这是一下子回到十几年前的2009年 这是在北京我记得是在万达CBD万达的一个场合 然后我代表我当时所服务的公司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发布会 我当天带了除了公司的那个数码相机5D2之外 我自己还带了一个胶片机 这是我自己的胶片机拍的一些照片 已经有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个胶片可能洗的也有点点板 所以有一点点偏色 这是当时在中国首映的一个盛况 大部分的京城的媒体都去了 看胶片胶片的颗粒感还是蛮大的 这是当时的詹姆斯卡梅隆坐在那 然后我记得我的同事也问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说关于男主角Jake 像亲人的辫子一样的事情 关于张家界的这些景色 很多的消息和资讯其实都是通过我的同事的提问出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的 对不起 然后应该是我离他比较近的时候 拿着我的胶片机 因为胶片的速度不够快 大家知道ISO是数码相机的概念 我这个胶片应该是科达200还是400 所以无论怎么样 我也不可能能够有更轻更快的快门速度了 所以拍的有点点虚 但是非常非常的近 也很偏色了 大家可以看到 后来在华星的首映什么的我也都参加了 实际上在这个之前我就已经参加过 我记得是华夏组织的一个内部的观看阿凡达片段的那样的一个活动 当时是为了媒体造势我们也是作为第一批的中国观众去看了3D IMAX版的一个片段 当时确实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 其实直到今天如果你再去用很好的 比如说4K的格式或者是蓝光 你用一个比较好的projector去看的话 那个细节还是真的是挺能够撑起来它那个真实感的 那事情在往前过了两年之后 我记得我当时已经来到美国 我继续又受任于一个公司 然后去探班 当时是卡梅隆想把他的泰坦尼克号的电影做成3D 那是一个后期做成的3D 不是真正拍出来的3D 那他也想肯定是缺钱花 我想去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活去洛杉矶的Centry City 那个地方是一个20世纪福克斯片场里头 然后这就是在片场里头 我当时随手拿我的小相机拍的一些照片 这是他们的办公室区域 然后这个是一个我记得当时叫Wimpy Kids 3 一个那个样的电影 我后来没看过那个电影 当时可能他们在租用这样的一个休息的场所 当时詹姆斯卡梅隆就在那里头 我看他家吃三明治 sandwich 然后中午的时候和他很要好的制片人 John Lando在一块商量 等一下说什么什么的 反正他总是一个 其实我对詹姆斯卡梅隆的印象 他真的是一个蛮grumpy的一个人 就是脾气蛮大的 然后说话也挺不客气的 跟说起来很多很多事情都带着一个 蛮cynical的一个感受 就是非常的愤世极俗 看谁也看的 觉得其他人都是废柴 当然他有资格这么看 因为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说到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 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他也是可能他的能力也多多少小配着起 他这样的性格 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好事 我后面也会慢慢提到 OK当时你看看大家的 当然话再差一句 这个Fox这个公司 或者说Fox20世纪福克斯 到后面在2019年 前几年的时候被迪士尼就收购了 现在我们再看预告片里头的前面的 你看上来第一个品质就是20世纪 20th century studios 就没有Fox什么事了 因为迪士尼把它买掉之后 福克斯从此就从厂牌的消失了 这到底是不是个好事我们也很难讲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迪士尼帝国还是像漫威什么的 这种我最讨厌的东西也是从这个公司来的 他当然他收购了这个公司之后 还会让原来厂牌保留一定的独立性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可能会影响到电影的成败 这也是我在可能这个视频最后面的那段 可能会聊一聊我对片子的前景的判断 我要再说回来 就是当天的时候 这是泰坦尼克3D的内部和媒体的交流会 然后James Cameron又兜售了一下这个东西 为什么值得去电影院看 实际上我总体觉得商业的尝试是一个很失败的 他的整个的努力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更多的收益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特别黑这个地方 黑到根本就拍不到什么的以人影的样子 在安姆斯卡梅龙 你像他提到Celine Dion 也就是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的加拿大女歌手 by the way 他自己也是加拿大人 这后面我也会再提到 Celine Dion他提到第一次见到Celine Dion的时候 是带着一种非常轻蔑的口吻 他就说当时他们说给我找了一个人唱这首主题歌 然后我也不知道谁 然后Celine Dion 然后我就很忙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地方 他们先给Celine Dion放了一场private screening 单独的这种放映 然后我一进去他正好刚看完在那哭哭哭哭哭哭哭 他还学人家怎么哭 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 反正我然后他后来讲到说找那叫什么 比奥西 比奥西不是应该是唱阿凡达主题歌ICU的是吧 也是觉得说比奥西或者怎么怎么样 反正他就是对很多很多的事情 本来就是说你这也是你的合作者 但是他表现出来一副完全的桀不逊的这个样子 那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些印象吧 那我们就想一想他 我们先说说这个预告片本身哈 这个詹姆斯卡维隆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就是说他是为数不多的那种电影人 有这么几个人 比如说乔治·卢卡斯啊 他啊 甚至说比特杰克逊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包括詹姆斯卡维隆的一个 比特杰克逊就是拍指环王的导演 金刚啊什么的 然后包括斯皮尔伯格 然后包括他的墨西哥裔的好朋友 也就是拍玉面琴摩的德托罗 他们都是一种人 他们是真正的visionary 而且是技术和设计双修的那种 就是说我突然有一个艺术上的追求 我想实现一个事情 但是呢 我就没有技术手段能够帮我实现 因为我这个现在的技术 根本实现不了那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怎么办 我就去做这个技术 我先做工具 我先想好了我想做什么之后 然后我去做这个工具 做完工具之后 我再实现我的梦想 所以就是这些像这么个lightstorm 就这个苹果像这个公司 光爆或者是光风爆 其实应该就叫光爆 你像乔治卢卡斯的工业光膜对吧 他们都然后每个这些visionary背后 他自己都有一个自己的公司 去实现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上的追求 彼得Jerq是维塔对不对 说起来乔治卢卡斯工业光膜 我也去过 因为就在我们旧金山的 Presidio的一个区域的 他们工作室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我有机会 我再找出来以前的老照片跟大家分享 那个当然得找到一个合适的 一个话题了 anyway就是说说这预告片上来之后 先是蹦蹦跳跳的 一看就是小的这种navi 这个不叫navi 也不叫navi 叫navi 因为詹姆斯卡维隆设计这个星球的时候 就是na然后prvi 他就说重音读在后面 然后里头有一个人类 一个人类小孩 而且是一个感觉带梳着脏辫 往前跳着 带着其他那几个真正navi人的去往前跑 然后镜头就切到这个 一看这就是navi 这是第一集的女主角 这个确实是细节上 一下子就把人拉回来 第一集的印象 他是基本上这个星球的这些人 是一个猫的形象 对吧 特别是女性的这种形象的时候 眼镜也好 鼻子也好 是带着一个非常显著的猫科动物的特质 但是同时当然是结合了一个 让我们一看就是 他还是一个人的一样的一个气质 这是詹姆斯卡维隆 经过精心设计的一个结果 当年的时候 他们是先做陶土 就是clay 先粘土 先做模型 然后做好模型之后 老演也觉得这个东西和我的vision 和我的看见 我的印象是完完全全一样 我在用全息的这种扫描 在做数学模型什么的 就是说他很知道 就是猫科这种动物 是非常让人能够喜欢的 但是同时你不能够变成了一个 他完完全全 没有人特点的东西 所以他结合了 搞了一个平衡 然后就看到整个星球 可能是因为上一次的 被人类的攻击也好 这就是有更多的水了 然后大树的气根都露出来 然后又看了几个 他们是在Banshee上 衣服上飞行的 你也很难说是鸟还是什么 那当然是另外一个 詹姆斯卡维隆自己设计出来的生物 我看过幕后的很多的花絮 它在如何去设计 嘴里头牙是怎么出来 它既结合了那种 就是鲁鱼 Bass的那种张嘴的时候 可以张很大的机制 又结合了一些鸟类的东西 又结合了一些 以前恐龙的这种骨骼的东西 它是一个首先是非常自然主义 然后带有科学观察的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对力学的理解 然后通过工程师和艺术家 同时在一起工作 然后才能产生那一个东西 阿凡达一的成功 很多人还是不是能够完全能够理解 它其实的原因在于说 它给人提供那种进入感 immersive的这种experience 它真的在很多的细节上 做到了让你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信的 这个东西直到今天 我相信漫威的很多的这种打斗场面 不具有阿凡达当时那种场面的这种效果 就是因为它的细节上 没有像詹姆斯卡梅隆 这种极端严可的 甚至严可到有一点点变态 他追求追求到极致的这种 极客的这种精神 詹姆斯卡梅隆真的是对 无论说飞行器 人类飞行器 带着两个大做和风扇式的东西也好 还是说整个自然界那些植物也好 那些它们的马也好 它们的猛兽也好 真的是它经过非常多思考的东西 而且光前期的设计可能就搞了一两年时间的 就光设计初搞的时间 更不要说它因为设计出来的整个的这种摄影技术 就是说所谓虚拟场景 它直接拿的这个东西 就可以通过演员在里头虚拟场景的走动 它可以去自己去frame它的镜头了 它可以设计它镜头如何去运动 然后如何在后期再enhance这些东西 基本上就是说我没有这个技术 我就发明一整套技术来做这个 只是说发明了这一整套技术 商业上肯定已经拿回来足够的回报了 可是说为什么不再去多做一点的 可能跟他这个人的艺术家气质是有关系 你说资本家能不愿意 你在当年成功了之后 马上就拍续集 再拍续集和现在的迪士尼帝国一样 不行吗 不行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 詹姆斯卡梅隆这个人的独特的一些气质 再回到这个后面来说 这个镜头后来就一下子卷入水底了 然后就看到几个 这应该是 Jack和Natiri的女儿 然后据说这个角色是由凯特温斯莱特 也就是泰坦尼克 那个著名的女演员 英国女演员 出声或者出动作表演的 这个事情其实挺值得说一说的 这个詹姆斯卡梅隆是一个典型的 所谓autocrat 也不能说直接是暴君 但是很接近那个意思了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事情 他是规则制定者 然后他随时也可以打破自己的规则 就是他说了算 就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 他是这样的一种导演 因为他有这样的 他什么都知道 他詹姆斯卡梅隆自己也说过 就是你们要想学电影了 你就you have to know the craft 就是你对这个记忆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了解 而且你要继续不停的再去了解 你像他就了解到一定程度 就是说我这个craft 我还得自己去开发这个前端的东西了 但是他这个同时就是一个非常不近人情的人 特别是在他肯定 我相信他的压力也是天大 每一次他都在挑战天大的压力 泰坦尼克也好 阿凡达也好 每一次大家都觉得说这家伙要完蛋 这家伙花这么多钱 搞了这么长时间 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把这个期待值搞得这么高 他能hold得住吗 人家每次就hold得住了 泰坦尼克和阿凡达 是引使票房最高的 要么如果说按不按通货膨胀的话 是第一名和第三名 然后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的话 是第二名和第三名 就是同样前三名的票房的 都在人家詹姆斯卡梅隆的会议下 你就想一想这个人怎么可能绕得去 这是电影史上绝无可能绕过去的一个人物 但是他就是说拍东西的时候 他脾气非常的糟糕 像温斯莱特就是这个演员 温斯莱特拍完泰坦尼克时候 曾经说过 说詹姆斯卡梅隆这个人脾气坏到 就是你跟着无法琢磨 我就是觉得害怕他 我就是非常害怕他 这个和其他的几个导演 不是斯坦利 库布里克 他们都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天性 甚至黑泽民也有这样的一点特点 但詹姆斯卡梅隆 因为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好莱坞的环境里 好莱坞是一个很讲究professionality的 就是你得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态度 但是就不 他就是吼了就吼了 骂了就骂了 一点面子不给人留 凯特温斯莱特说 如果以后除非给我很多钱 否则的话 我绝对不和他再去工作了 这人太难以忍受了 太多的演员都说一样的话 而且很多人 包括比如说艾德哈里斯 这些人说 就说有必要吗 你这么样的去搞得大家紧紧张张 神经兮兮的 其实并没有建设性 对这个事情于事无补 其实你不骂我们 你骂了我们 我们的生产效率反而更低了 可是陈姆斯卡维隆可能就觉得说 我是因为我要完全实现我的vision 我想象当中这个事情必须得百分之百的实现 所以稍微差一点 我就觉得你们既不同情我也不理解我 我就要发泄我的情绪 但是他现在也慢慢的老了 我也看到过有一个报道 他说什么 他去朗霍华德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 我特别爱说他是美国冯小刚 当然肯定还是有一点点不恰当之处了 我只是说朗霍华德是一个蛮clever的 也蛮灵活的人 他讲故事 其实用的是一种非常老套通俗 但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朗霍华德也得过很多奥斯卡奖的提名 甚至自己也得过最佳导演 他去朗霍华德 去朗霍华德的片场看了一下 然后就说 我最觉得惊讶的地方 朗霍华德居然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激励和赞美他的团队 拍一下就马上说 谁谁你太棒了 你实在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你刚才怎么怎么好 你都知道你有多跑吗 对吧 朗霍华德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赞美人的人 然后詹姆斯卡奖的看着就说 这个和我差距也推大了 我是不是也稍微中和一下 然后他说我想一想过去 可能我就自己觉得 我确实没有必要去跟人家去发那么大的火 其实你想一想周星驰年轻的时候不也是 就是为了自己的艺术上的追求 搞得其实身边就是没有朋友 到了真的是没有朋友 谁都跟他闹翻了 然后他自己回想起来 也是说说人家问说周导说 星爷不是周导 星爷如果再让你回去一次的话 你会怎么选择呢 星爷说如果我再来一回的话 我就不要那么客口了 因为他觉得说我得到这个东西 其实好像感觉失去的东西更多 这些都是天才级的人物 但是他们有这样的想象 另外为什么他要拍续集 拍是水下东西呢 因为卡奖的就是一个水下的爱好者 对吧 这个东西他是毕生的热情 他在拍这个故事片之间 他经常他是国家地理频道的签约的人 经常你像他拍真实的泰坦尼克水底的那些残骸的纪录片 然后他本身也是个潜水爱好者 他去过世界上特别多 几乎最有名的地方全部都被他深浅过 他对底下那些颜色 底下的这些生物 那些pattern 他非常非常的 就是觉得这实在是太有意思 太美了 你想他第一集的阿凡达已经是上天了 对吧 上天然后入树了 对吧 整个那个星球的表体已经被他基本上表现了一个变 那你怎么下一集你怎么能够在原来基础上制造更多的奇观呢 你只有往下水底下走了吗 对吧 人类不就是这样吗 你说森林神秘吗 现在第一集给你看了密林深处了 第二集你就得往水底下潜了 因为水下是更神秘的 海洋是让我们觉得无比恐惧的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大海怪了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你都根本不知道那东西存在不存在 现在人类觉得说我们基本上都知道了 但是仍然那个大海 因为它是一个如此豪瀚的东西 在空间上完完全全overwhelm我们 然后那个水底下的那个不懂 所以说他一定会再加上 杰姆斯卡维隆是拍太奶尼克的 等一下后面还会有接的往下说这个预告片 然后镜头一转又转到这个人类的这边 人类肯定是说上一次被赶走了之后 肯定要反击一下 帝国反击战 怎么能够轻易认输呢 那么工业能力这么强大 所以在这个镜头里头 我记得你看前景上是一个 右边是一个蜘蛛形态的机器人 在做这种焊接或者是切割的工作 然后他们本身人类这边已经掌握了 因为这个avatar的技术之后 他们的监工也有时候带着这样的一个avatar的形态 在对军事侵略进行一些准备吧 我相信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两个再一次以Avatar形态入侵拿币的人类 因为持枪 然后包括他们的形态 基本上让人能够确定右边的这家伙 就是第一集上校或者是中校或者是脑袋上小寸板 然后三到八那个坏人大反脚 然后后面是当时开Either是开那个攻击机 就是什么瓦克利61号的战机上那个人 或者是另一个骑着大机器人跑的他的一个手下 反正两个坏人 然后这个就遭遇了 这就是第二代的争夺了 这个Natele和 Jack的这个你也不知道收养的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 在丛林里头戴着面具 他也得戴面具 也蛮可怜的 这孩子和这个人类开始冲突了 然后这些孩子们的在这个纳威星球上的探索 这慢慢就出来这个水里头的坐骑的问题了 然后再一个也是Voltex 这种失重的重力场 蛮奇怪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了 水底下的大水怪 第一集的时候 Jack之所以能够 虽然纳威人那些人都不相信他 因为知道了他的原始的动机之后 有一点点唾弃他 但是他通过神话当中 或者说他们民间的这种口述历史当中的大龙 然后他降服他之后 然后回到他们的老巢 然后才让这些族人觉得说 他就是和弥赛亚一样的人物 但这个当然也是我觉得阿凡达一的 故事原型的一些瑕疵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等一下我有时间的话会再继续说 但是这个镜头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纪录片里头看的太多了 就是上面是个抹香精 旁边是个人 或者是海豚 旁边是个人 但是詹姆斯卡维隆就是这样 对吧 他讲的故事从来都不复杂 但他就是可能他的追求就是说 其实那个故事也不重要 我就是想追求一些 我把我认为的美的东西呈现给你看就好了 至于那故事 我就拼接一些肯定会打动人的一些元素 稍加创造之后 主要是我的形式感实在是让你无可拒绝 也确实是这样 因为他做的这个东西太逼真了 他的想法太细腻了 然后这个可能是另外一族的星球上的一个部落 你看到这个女首领 一般他们女首领不同时也是精神领袖 或者是巫师或者祭司了 还是一个怀孕的人 然后这个台词我记得就出来了 这个family就是家庭的 我们这个家庭是最后的堡垒什么的 家庭是多么重要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从主题上和第一集 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一个签阅的一个 或者阅签 我忘记这个中文没中文字 可能会非常的不一样的一个主题了 这个我觉得第一集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也不是说主要的主题 而是一个至少不可 你躲避不了的主题是武德的问题 就是说武力和武力的德行的问题 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当然这个是拿梯里护着自己的孩子 这不知道是水下还怎么样 反正我们看到大水漫灌了 这不就是泰坦尼克的变种吗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拍水下 因为詹姆斯卡梅隆有巨大的水下的经验 对水底下有巨大的热情 第二步也必须要从一个奇观上变得更为奇观 然后他同时有这样的技术 你知道吗 这个水下拍摄始终是一个非常困难 而且水下的一个虚拟场景 3D的场景的拍摄 这个里头可能难度不是一般大 他必须得有一套自己全新的技术 然后他的技术 以后他也可以拿继续卖钱 这就是詹姆斯卡梅隆这种人 他自己不光是一个艺术家 他还带着一个企业家精神 他主要是一个企业家 我认为他主要是个企业家 同时自己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营销人 他是一个Marketer 就和Elon Musk一样 Elon Musk他这个公司 他就是那个公司 无论是特斯拉也好 还是Skylink也好 还是发射导弹的也好 不是火箭的也好 他自己就是这个公司的最大的公关的元素 有了他就持续可以一直上热搜上新闻 对不对 然后这个部落又要和人类决战了 对吧 这个很像水世界了 是吧 这个水面上的我相信都不是太难了 但是真正难的我相信还是那个水下 然后这个新的生物出现了 第一集的那个叫什么了 Banshee Banshee的那个设计 这一次又要设计新的这样的一个 这等于是说水路两栖 甚至说水路空是吧 这个三栖生物 就是我既能在水里头带提着它游 然后我还能在陆地上说不定能跑 然后我肯定是能在天空上飞 这个东西怎么去把它合理化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了 anyway 预告片大概就是 我觉得是 也不能说特别让人觉得惊艳 但是还是比这个时代的 几乎所有的特效电影都更值得期待 所以我们到底期待的什么 我们就得说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James Carmelo 他首先是个加拿大人 他是在沃泰华出生的 然后其实从小人家是在森林里头 去捡青蛙捡蛇的一个人 从小对他像对Navi星球的这种 生物的这种特别植被的想象 和他的过去的经验是很有关系的 他就有一种这样的很好的判断 觉得说这些颜色大概是怎么样 至少说不会违和到让人觉得说 哇塞 这个不是背面颜色吗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对吧 所以他对保守自然是有一个passion 还有这样的一个热情 其实阿凡达的电影本身第一集也表现了这样的一个保护生态环境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长远的一个价值 价值延伸 但是这个东西在几层东西上是一个很难讲 我是觉得说不太好讲这东西有多么真诚了 真的 他怎么说 他从信仰上讲的 他是一个过去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所谓的自然主义者 或者说在信仰上是一个不可知问的 就是说他从小有这么样一个故事 他说他们家人其实还都是去教会的 他们家我记得是五个孩子 他是老大 然后家长就让他去教会 他爸好像是个学电子工程的工程师 然后他妈是个艺术家 可能他这个家庭的基因对他的这个也是有影响的 让他去教会 然后去念主导文 就是耶稣的那段话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将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是用的饮食 今日赐个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 这是耶稣教人 就是说你们应该如何向上帝祷告 詹姆斯卡维隆从小就说 这个我不说 因为他住在那个地方 其实旁边有很多这种 原来的美洲的原住民的部落 他们就在那样的部落区里头不远 他说了个啥 他说我觉得这个主导文 和这些部落里头那些chunting 部落里头那种吟唱的那种宗教的那种咒语 也不能说咒语 反正就是他们的那种宗教 原始宗教没什么区别 我干嘛要做这个呢 那言外之意 其实他觉得原始的宗教并不好 对不对 这是他身上非常paradoxical的 就是说矛盾统一的一个现象 那在纳维星球上 那不是说那些人坐在一起 那样去那种ritual 那样的一个仪式感 那样的一个大家连成一体 精神上最后天人合一 对吧 整个星球是有一个灵的存在 还是有个叫叫什么安妮瓦是吧 安妮瓦还是安妮瓦 反正那个词我记得拼法和希伯来 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旧约圣经上的亚维 其实我们按道理 以色列人是不愿意让人去念那个词的 因为那个词是所其实的意思 就是你最好你念不出来 你无法去用言语去念 他那个意思基本上是说 I am who I am 或者是I was who I was I am what I am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就是我就是我 我是不会变的 这个道理有点点像 就是说老子讲的这个说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就是说道logos或者是那个信息本身 那个永远不变那个东西 是没办法说出来的 好像说出来之后 就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道理了 然后明可明 明对吧 就是你耶和华 或者是在这个阿盘达里 他有安妮瓦 亚瓦还是安妮瓦 都是这样的一种 好像无可明状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说你电影里头 你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纳维部落人的 好像他们什么都不需要 一切都很好 对吧 看上去很美 可是你在生活里头 其实又觉得说 那个东西毫无意义 他甚至到了现在之后 他更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比较接近 他没有主动的说过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意思是 他说我过去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就是说不可知论者 就是我不无法知道 到底是不是上帝存在 这些东西都是 因为我们的经验 是不可能超过特定的一些范畴的 所以我干脆就说 自己不知道就好了 所以我不去选择 但是无神论的观点 就是说肯定没有 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超然的存在 我是完完全全知道的 他就说不可知论 是一个懦夫型的无神论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是对昨日之否定 昨日的自己的一种否定 他到底说演化成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一些地方 说起来就是说像他这样的人 还真的是说你说乔治卢卡斯 还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特性 但是我觉得乔治卢卡斯提出来很多的说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 乔治卢卡斯就说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说那套 有了想法创造工具实现想法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很容易迷失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我们的means 什么是我们的ends 这是我们的手段还是我们的目标 我是总感觉 卡梅隆这个人 多多少小 他的这个要么就是说他更重视这个手段 要么有就是说他手段和目标 其实是非常的高度统一的 我不是说我不是说这这样不好 我就说这是他可能的特性 就是说他讲述这个故事 他真的没有在故事层面上 达到一个电影叙事者的高度 他绝对不可能和在这个故事 或在意义上能和黑泽民 或者是库布里克甚至斯皮尔伯格 甚至和他的同僚 这个加拿大的新一代的导演 就是沙丘那个导演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因为他可能不在乎这个东西 就是他就说我得需要足够的市场 我得需要足够的观众掏钱来支撑我的下一个野心项目 就是我要做一些东西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这是我的使命 我就是要让你 他记得我记得阿凡达的时候 他真的很会给自己做广告 他说我是要创造一个人们睁着眼睛看着的一场梦 我要让人们睁着眼睛做梦 这是我要干的事情 我就是要在视觉和听觉上完完全全的征服你们 所以可能同样的这种特质 他表现在他对自己的crew 就是说演员团队也好 技术团队也好 一种非常不近人情的控制 你想詹姆斯霍娜给他泰兰尼克写音乐的这人 后来不是最近 我记得前两年死了 一个直升飞机坠机 詹姆斯霍娜跟他曾经闹翻过十年 人家就是觉得说你这人 你有病吗 我没有办法忍受你了 你催活你对我一点也没有任何的尊重 难道我是你的家奴吗 就不理他了 后来他也是主动跟人家和好 人家才觉得说行吧 那才继续给他做了阿凡达这些后面的这些工作 总之就是乔治卢卡斯说的意思 就是说你首先得想能够你想实现什么 然后其次要问的是说什么东西在你看来是对的 什么东西是好 其实就是说是善的问题 就是你光是美你要创造这个手段手段是要我要呈现一种形式上的美感 这个美感总归是要服务于一个意义和目标的 你还得想什么东西是对的 乔治卢卡斯为什么星战 他那个时代的星战就比后来他把这个星战卖给迪士尼之后要伟大的多 就是因为他可能想了这东西了 迪士尼你觉得那帮committee的那些executive他们想啥 他们才不想这些东西 就是想着这东西赚钱赚钱赚钱卖眼生品卖眼生品 他没有仔细想过终极价值 他甚至把很多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随波逐流的价值网竞争 看起来貌似正确的一些政治正确丢吧 对吧 我怎么能够考虑多样性和高荣性什么这类不对 反正就是善恶不分的一些东西 我就丢丢进来讨好大家 反正只要能赚到钱就好了 然后其实就是说乔治卢卡斯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技术的目标 你还是为了表达一些价值的 詹姆斯卡梅隆不是说没有价值要表达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对这个星球星球这种保护自然认为 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学会和环境去融洽的相处 不要过度贪婪 这些当然是一个价值 但是他同时停留在好像对世界的价值的层面上 而没有进一步对自身内心的一个真相更深的挖掘 他在这个技术上的很多表达 也有类似于乔治卢卡斯的一些想法 我记得一个电脑工程师就是帮他做特效的一个人 曾经就说过说 詹姆斯卡梅隆当我给他设计一个怪兽的时候 他首先就是说这东西是不是合理的 就是说他是空气动力学也好 其他的生物学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原型可以考虑 你就像他当时做非常恐怖 就和恐龙一样怪兽 也就最后Tenari骑着去和忠孝决斗的大猛兽 猛兽后面有一个曲线 我记得完完全全根据鲨鱼后面的一个骨头的形状来的 那些曲线都是有据可查 有出处的 然后其次看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满足我讲故事的叙事的东西 能不能满足我在这个地方 希望能够实现的一个情绪冲击 然后其次他说 詹姆斯卡梅隆每次都要告诉我 你要想一想这个东西 What's a metaphor 就是他可以隐喻什么东西呢 詹姆斯卡梅隆在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是带着一些的价值的 但是他仍然在把这个物相的价值 可能更多的强调在他的创造里了 这也是说 我觉得他还比那些最顶层的电影大师 或者说那种人文价值上极高那些电影创作者 略逊一筹的地方 但是我仍然无可否认 就是说詹姆斯卡梅隆仍然是一个思想家 仍然是一个哲学家 特别他是一个沟通大师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说 你看他的采访詹姆斯卡梅隆 那真的是出口成章到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他也是太了解他自己说的那点东西了 但是那种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真的是非常厉害 我觉得可能乔治鲁卡斯也好 斯皮尔伯格也好 甚至马丁斯克西斯也好 你听他们说话 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你就觉得是如沐春风 什么东西 我好多好多事情没想过的事情 人家就给你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说出来 我就觉得非常厉害 我觉得可以再扯几句 关于阿凡达本身的 刚才我也提到 就说他是有一个武德在里头的 我先说说什么叫武德 或者我理解的什么叫武德 美国这个国家很奇怪 就说体育产业和娱乐产业相比一下 大家猜一猜觉得哪一个行业的市场总值更大 就比如说橄榄球加篮球加冰球加棒球大 还是说格莱美加奥斯卡加所有的线上演出 Tony讲 白老汇 好莱坞 加什么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 哪个多 市值加起来 我查了一下 体育基本上是每年大概近些年 是大概是800亿美金的一个产值 娱乐业大概是400亿 也就是体育产业还是要比娱乐产业大一倍 你就想一想就说 每个周末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比赛 电视的这种转播 人们在去现场去看 去在现场消费 门票 整个消费 然后带动了周边的餐饮 其他的甚至在大的比赛的这种 整个的人口的迁徙 每一次这种super ball 那真的是 我记得我们那有一年 host这样的一个 我真的整个方圆几十里就很难停车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要跟另外一个工业相比 这都是联子 也就是个零头 另外什么工业 就军工 或者是国防工业 国防工业 美国每年的国防预算 从国会拨出去的钱是多少 八千亿 这是十倍于体育产业 你就想一想吧 这个国家很多人当然觉得说 你美帝国主义 是 他其实很多的 他的秩序创造的能力 就是通过他的武力去维护 但是武力不只是说 只是一个武力的问题 而是说 他有一种武德的问题 在第一集的阿凡达里头 其实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选择Jake 我看看能不能找出来 第二集里头的Jake到底是哪一个 我其实第一集里头的Jake 他作为人类的 本来是说 好像有一点点半个使者的意思 其实是一个幌子 他是一个什么身份的 电影交代的很清楚 就是他是个残疾人 对吧 他没办法 他只能推着轮椅 在现实生活里头极其的愤世极俗 觉得生活毫无意义 然后我记得电影一开场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延长版 只有延长版才有 还是说就院版也有 一开始那个感觉就像是blade runner 银翼杀手一样那样的一个未来世界 然后他在酒吧里头看到另外一个男的在那打了另外一个女的一把掌 然后他就推着轮椅过去和那个人把那人拽到地上抱胖揍了人家一队 然后就结果把被酒吧就扔到街头 他觉得挺开心 他就觉得说他有一种朴素的正义感 然后同时对生活觉得缺乏趣味 他需要刺激 他需要去动起来 他需要去冒险 他要去攻击 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所以最后一招募 他说你哥或者你弟牺牲了 你那个avatar和你基因比较一样能够匹配 所以你愿不愿意干这个 他马上毫无犹豫就答应了 对吧 然后他当他有了这样那个avatar的时候 他起来就跑管你什么要听你话 我才不听你的话 对吧 我出来就跑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 好像四肢发达四肢也不发达 他是心里头希望自己是四肢发达 然后头脑极其简单 带着一个简单粗暴的正义感的这样的一个人去做主角 其实这就是美国的武德的很重要的组成一部分 很多人说美国的东西海岸提供金钱 然后中部这些人提供武力 就是说他们就是海军陆战队 什么能吃苦的能打的这些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人 子弟兵 还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他们的价值 就是说你说什么 我不是特别愿意听 我就是又带着一个我自己的常识 你像在电影里头 Jack和Michelle Weaver演女科学家 他等于是女科学家带着他 你应该听人家对吧 人家出去是去做实验 去采集东西 去了解对方的新的动向的 你只不过是个保镖级的人物 结果没想到保镖出去之后 就更成了主角了 有点点像西游记对吧 就是说你本来是唐僧去取经的 你怎么就不听人家的师父的话了 对吧 然后结果你就是拿了个金箍棒到处砸 结果还每次还得到挺多东西 最后甚至以此赢得了对方的部落的千金 这种叫什么公主的赏识了 当然最后用类似于蒲公英或者海哲一样的生物去表征 好像在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命定 一种命运 或者整个星球的这种大的灵 对他的一种认可 认可什么 就是一个简单的勇敢的灵 必须得简单 我觉得 然后要勇敢 要无畏 要不怕死 就是说我为了自己的生命的奔放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就是为了爽可以 这是吸引女生的一个重要的素质 另外你看到了去了人家的部落 人家说OK 我们让你学习一下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对吧 那个培训 让他培训成为猎人的过程 你骑马也好 你去射杀和杀死体面的 有尊元的杀死一个禽兽也好 还是最到最后的半戏的训练飞行 那都是武 那都是功夫 都是physical的身体上的一个训练 身体上的训练和心智上的训练 其实是同时进行的 但是说如果没有身体上的训练 基本上你的心智 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头 他就是觉得这东西就是不靠谱 你还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一个磨练 然后你身体不发达 基本上你就没办法排在很高的秩序前头 我最近不是在我的频道里头聊了一个新电影 叫The Northman 北方人北方海道或者叫什么 那个电影其实就是多多少小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正确的环境里头 很偶然的出了那样的一个完全是纯爷们的一个电影 就是说你必须得他没有说生产一个什么Wonder Woman 是吧奇异女郎什么猫女 什么现在听说还出来一个she hawk 就是绿巨人绿巨人是一个女绿巨人也出来了 什么各种各样的女性的超级英雄 都在不停的被漫威和迪士尼在继续炮制 这是非常可笑的 就是说你Wonder Woman什么黑寡妇 你看起来好像好厉害 但是你其实你在现实中你就是先性 你女性就是打不过男性 你就没有道理说让他们在同样一个竞技 想说这是大块头的男的还打不过一个女的 不可能 那是一个wishful thinking 那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产物 北方人好就好 在至少在那个电影里头 没有让女的去打仗 对不对 一个都没有 那就不是这历史的真实 不是人间的真实吗 怎么可能会让女性上战场去打仗了 对不对 again就是在阿凡达里头 他体现的这种武德和秩序的这种建立 我是最后想一想说 就是说阿凡达 当然他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借鉴 一些很成功的过去的电影 比如说阿拉伯的劳伦斯也好 羽狼共舞也好 都是一种好像的所谓的高阶文明 在一个低阶文明当中 试图寻找桥梁 最后没有实现 让这个夹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人 显得非常的痛恨自己的同类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原型 这个其实本身是 你不觉得本身是有一定的虚伪性的吗 它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同时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达成一个所谓的对弱小者的某种程度上的荣耀化 就是在阿凡达里头你这个部落竟然说这么天人合一这么融洽 那个大兵也说了你以为他们需要我们的任何东西吗 你以为他们想要我们的牛仔裤和可乐吗 不是light beer 我记得就是那个course的那个破啤酒 白味也好 这种工业化的垃圾 确实是垃圾 就是意思是他们根本人家活得很好 他们看我们所有生产的这种工业的体系东西都是垃圾 这是真实的吗 我首先就是说资本主义不只是生产那些垃圾 就是说大众电影也好 可口可乐也好 耐克球鞋也好 那是他们生产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同时生产很多 很分门别类 很精致的小的东西 也是有的 啤酒也美国这种微酿啤酒好的地方多了去了 可能几百家都不止是吧 然后各种各种生产不同手艺的东西 他只要说那个基本的社会秩序能够存在 那个文明能够存在 他能生产出各种各样文类的东西 那你人类最后能够入侵纳威星球 不是也是因为你的工业能力吗 好像显得说那些只要是落后的 不是说落后吧 就是在某种科技上低一点的 好像的就他们都一切都是都是完备的 都是不需要再去改变的了吗 他们又不是上帝 怎么能不需要改变呢 就和人类历史真实一样 现在动不动就说 你像西班牙的殖民者 如何把美洲的一下子就全部都wipe out了 问题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仔细去那些学者也能得到很多结论 比如说在中美洲或者现在的墨西哥那个地方 原来的阿兹台克帝国和这个玛雅王朝 那些原来多残酷 而且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直接用活人当当献祭的这样的一个这些东西 完完全全都是在当时的常态 那东西就文明吗 那东西比当时的欧洲的那些殖民者更文明吗 他们是如何去对待其他的同类的呢 比如说美洲的这些印第安部落 大家听说过科曼奇吧 那就是说他们自己印第安人听到这个部落都闻风丧胆 就是这这这这就是很可怕 他们宁愿跟欧洲人在一起 那些印第安人也不愿意跟去去听到说 科曼奇过来打他们对不对 所以现实一点就是说没办法 有时候的这个文明 它是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去影响别人的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阿凡达2的成败 一个是说我是希望这个电影是能够至少 能够让詹姆斯卡梅隆这样的人或者是奇才 不只是说只有服从电影工业既定秩序的才能够成功 他这样的wild card 他这样的怪人也能够继续实现他的成功 这恰恰是一个表明 这样的一个自由资本和自由市场上的很多东西还在有效运作 但是同时我觉得说电影的形态和2009年到现在特别疫情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一代的观众因为电影电影院的声音主要靠年轻一点的观众来去撑着的 他们的价值判断会很严重的影响电影的甚至的最后的成片 然后在如果强调家庭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更主旋律的一个主题 是不是能够迎合他们的趣味呢 不知道啊 真的很难讲 另外就是说社会也变了 就是现在的世界就比09年的时候更加的混乱和分裂了 那个时候大家还在激情的拥抱全球化的所有的好处 但是现在这样的怀疑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多 甚至慢慢有一定的压倒性了 人们是不是能够为这个所谓的很多的政治正确去 不要为了表达自己意见而彻底的对他进行毁灭或者是过度的捧杀 都不是很能够说的清楚了 总之我觉得这个电影好像是12月12月圣诞档的时候会上 我们就这也是一部其实有时代精神和时代意义的一个标本式的一个作品 既有商业上的意义 也有科技上的意义 也有甚至说军事上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 甚至终极意义上的一些争夺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记得订阅哦